大家好 第一讲呢 我们张教授给我们讲解了神经症的总论部分 我们知道啊 神经症是一组疾病 那么这一讲呢 我们就来学习其中常见的两种神经症 焦虑症和恐惧症 焦虑呢 其实是一种紧张 担心的一种情绪状态 我们在座的有没有 从来没有焦虑过的 有没有 看大家都在摇头 那就说明这个焦虑呢 在我们普通人当中还是比较常见的 那么我们有同学就会想啊 那我们自己的这种焦虑情绪 和焦虑症的焦虑 有什么不一样呢 暂且把这个问题留在这 我们先来看看焦虑症有哪些临床表现 焦虑症呢 它除了内心的紧张 担心的这么一种情绪状态之外 我们在外表上也可以看得出来 比如这个患者 你走进来 坐立不安啊 坐也不是站也不是 请坐 他坐一下他又站起来 肌肉很紧张啊 手发抖啊 你看他是肌肉 眉头是皱着的 所以他这个是 除了这种紧张的 情绪状态之外 他还有一些外在的躯体表现 同时呢 有些患者他还可能有一些 躯体的一些症状 例如说心跳加快啊 呼吸急促的很啊 手心出汗了 那么这些躯体的症状的话呢 主要是 你说自主神经功能 稳断的一些症状 我们根据焦虑症 它的不同的 发作的形式 我们又分为两种临床类型 一种焦虑是慢性的 持续性的 我们又叫做广泛性焦虑 另一种焦虑呢 它是发作性的 不可预测的 我们又叫做惊恐发作 下面呢 我们来看看 广泛性焦虑 它有哪些临床表现 我们刚才讲 这种广泛性的焦虑 它是一种 在焦虑症状的时候 很常见的一种类型 患者呢 长期的感觉到 情绪的这种不安 它这种焦虑 是这种长期的慢性的 那么患者经常感到 惶恐不安的 每天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的 自己也不知道 这种焦虑是从哪里来的 广泛性焦虑 又叫做浮游性焦虑 像漂浮在水面 或者是空中一样 不知道这种焦虑是从 患者他不知道 这种惶恐不安 是为什么 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 就是这种患者 对未来 他喜欢做一些 灾难性的解释 喜欢说一位母亲 孩子上学去了 自从这个孩子 离家的那一刻开始 他就开始担心了 担心什么呢 这个孩子啊 在路上啊 会不会遇到强盗 会不会遇到坏蛋 会不会遇到车祸 这一天下来 非常非常的不安 那么直到下午 孩子能够平安的放学回来了 这块石头才 才勉强的放下来 那么第二天 他又开始了 这种过分的担心 那么他自己也感觉到 这种担心是过分的 这种预期性的焦虑 我们平常 我们大家了解 这么一个成语 叫做起人忧天 大家知道吧 其实这就是一个 比较典型的预期性的焦虑 那么广泛性焦虑 除了他的这种慢性的持续的 这种情绪状态以外 他有一些躯体的症状 刚才说 那么他的这种躯体症状的话 那可以累积到多个系统 最常见的 就是心脏的症状 呼吸系统的症状 消化系统的症状 还包括一些神经 肌肉方面的系统的症状 前段时间有个患者 他是一位当地的一位教师 历年来都被评为优秀 每一年呢 他们全学区的都要听他的公开课 那么这一年的话呢 校长告诉他 后天我们又安排了一堂 全区的公开课 请你讲 他答应了 因为当时呢 他可能有点感冒 当时就突然进去觉得 我这感冒了 我讲课讲得好呢 那我当时讲课的时候 会不会出现声音撒哑呢 等等 那么从那开始 他觉得心跳加快 呼吸比较的急促 但是呢 这堂公开课呢 还是勉强的上完了 之后 长期的感觉到 这个心脏很不舒服 胸前去不适感 经常 自己摸脉搏 跳得很快 那么就申请在当地去住院 住的是心内科 当时呢 他因为他是心脏的症状为主 他做了一系列的检查 心脏的很多的检查 包括确实的其他的一些检查 仅仅是发现一个 我们叫做斗性行动过速 就是他的心率快一些 其他的所有的检查 都没有发生任何的问题 住了一段时间以后 不行的压娃等等 缓解了一点症状 出院了 但是出院之后的话呢 能受到工作搞会上去啊 还是觉得这个心脏的症状 没有完全的消失 所以前前后后 住了七次院 那么这七次呢 都是在心内科住的 而且最让他 他自己说 最让他感到委屈的 就是每一次出院的时候 医生 心内科医生都说 他没有病 他非常的委屈 他说我这么的难受啊 非常的难受 但是为什么医生都说 没有病呢 有一次呢 有一位 当地的有一位医生 就建议他 他说你是不是可以去 上级医院的精神科 看一看 他一听就火了 但是因为他自己是个老师 很想跟他发生冲突 跟那个医生发生冲突 但是还是忍住了 心里还在骂 你才有精神病的 建议我到精神科去看 那么回到家里以后 静下来 你想 既然呢 住了这么多次院 医生都说没病 那么我就管他去了 我就去精神科吧 当时的话 我在看门诊 接诊 听到他的这些 看到他一大跌的检查 这些检查单 训练图做了无数个 都是正常的 除了有时候有 行动过速以外 其他都正常 他讲到他的这些 主观的一些感受 体验 包括他 有一些睡眠的问题 睡不着觉 我一看 心里就有了谱 我就跟他说 你是有病的 话还没讲完 他冲了我的手 医生然后太感谢了 谢谢你了 终于找到一个医生 说我有病了 因为他 他长期的委屈 因为他说 校长都是觉得很怀疑 他说他们都不怀疑 我的这个品质 觉得我确确实实 还是有问题 才去住院 不是故意偷懒 不上课 但是医生又说 我没病 所以的话 感觉校长 我的同事 他们都不知道怎么看待我 我有非常非常大的压力 这样的话 终于有一个医生 讲我有病了 非常地高兴 这次找到了认同感 我说 但是 你得到了不是心脏病 而是我们可常见的一种疾病 叫做焦虑症 告诉他焦虑症是怎么回事 他当时也将心将疑的这种态度 因为他确实是心脏的不舒服 你怎么说他精神上面有问题 接受了我的治疗 那么开了一些药 给他了一些建议 建议他一个月回去 来复诊 一个月之后来复诊 觉得挺好的 所以的话呢 我们说 用广泛性焦虑的患者 特别是 有很多躯体主术的患者 他通常的手诊 都是在内科 最常见的就是心内科 呼吸内科 还有消化内科等等 第二个症状就是 他很多的趋劣的主术 同时的话呢 他有些睡眠的障碍 因为焦虑症的患者 我们自己也有所感觉啊 就是你在焦虑的时候 他不容易睡觉 这个全身的肌肉啊 精神都是处于这种 警觉性增高的这么一种状态 所以他的失眠 主要是以入睡困难为主 就是刚才张教授讲的 这种早断的失眠 同时由于他的警觉性增高 他还可以出现两种 就是我们叫做睡眠障碍 一种就是夜经 一种就是梦魇 通常的理解就是 夜经是吓着别人 梦魇就是做噩梦 他是吓着自己的 如果某一天 我们上部的同学 他就睡觉了 他突然之间啊 大教育生一坐起来 你看他 然后你赶快爬到他床去 哎 怎么了怎么了 他马上倒头了又睡着了 整个眼睛一看 大家几只眼睛都看着他 怎么回事你们在 我睡得好好的 他不记得了 那么梦魇的话呢 我们说是吓着自己 就是做噩梦 梦醒嘛 不会尖叫 然后又黯然入睡了 所以这些表现的话呢 都是焦路震态的这个 警觉性增高的一些表现 惊恐发作 我们叫做急性的焦虑发作 那么这种患者 它是一种脱颅其来的惊恐体验 患者当时会感觉到 窒息将至 疯狂将至 死亡将至 所以他有一个明显的特征 就是冰死感 Going to die 同时的话 他伴有严重的 一些躯体的一些症状 从心跳急速的加快啊 呼吸困难啊 罢汗淋漓啊 等等 那么这种情况的话呢 他通常来得快 他去的也快 因为他这种 发作 他是不可预测的 曾经有这么一位患者 在我们精神科的急诊 这个门诊啊 经常都溜达 我当时呢 以为他是我们挂号时 那个老师的熟人 看着每天经常啊 这个下班之前 特别是两个人打得火热 有次我就问他 我说你们家亲戚经常 我上班经常跑到你这来 后来我们那位同事告诉我听 他他是一位患者 我说他又没见到看病呢 后来有次他来了之后 我就问这位患者是怎么回事 他就是个典型的一个 惊恐发作的患者 他是在五六年前 第一次发作 当时的话呢 他是走在路上 突然之间 就感觉到这个空气细胞了 心跳加快啊 马上就要晕倒的感觉 他马上就 坐在这个旁边的这个花坛上 觉得不行了 马上要死了 赶快打120 这个120啊 一过来 然后把他 拿到医院去 还在半路上 他也觉得这个症状好了一大半了 一走到急诊时 医生还没有用药 这机会好得差不多了 所以这种患者 他这种 惊恐的体验 来得快 去得也快 通常的话呢 都持续五到二十分钟 很少超过一个小时的 那么这种患者的话呢 有些人他可能反复的发作 那么有些人他可能就是这一次发作之后 他后面就是一种持续的 广泛性的焦虑的症状 就是预期性的焦虑 他担心下次再次发作 所以呢 这个患者呢 他他说他有一个毛病 什么毛病呢 他说他出门了 钱包可以不带 但是有一样东西是不能不带的 这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信封 一个信封里面装着什么东西呢 一张小纸条 上面写着他家里的电话号码 他爱人的电话号码 他单位的电话号码 然后还加了一张他爱人的照片 他可以干什么用的呢 他就是担心啊 我走到哪里 万一再一次发作 这个信封就派上用场了 别人就知道啊 我是住到哪里的 就可以给我单位 给我家里能打电话 那么我爱人一来的话 别人一认识 就是这个患者的爱人 那么我就问他 你这五六年来啊 这个信封派上用场没有 从来没有派上过用场 信封已经换了很多个 里面的电话号码和照片 也换了很多次了 但是他没有派上一次用场 所以这个患者就是说 在第一次的急性发作之后 他是一个长期的一个 慢性焦虑 担心再次发作 所以他自己嘲笑自己 他说我是一位看病专业户 我下班了 别人都不愿意走医院 我都是超给医院近的路走 离医院越近 我就越有安全感 因为我万一发作在这里没关系啊 离医院很近啊 所以我一下班到这里一转啊 我我现在已经不用给你们 不用挂挂你们的号去看了 我就在 看到你们医生 我就没有安全感 万一发作起来 有人救我 所以这个患者的话呢 一见到这个一次的话 你终身难忘的 好我们刚才了解了 焦虑症它的两种发作形式 我们现在回到我们刚刚提的 开始提的那个问题上去 其实我们普通人或者是正常人的焦虑 和焦虑症的焦虑有什么不一样呢 它的不一样最主要就是在于 焦虑症的焦虑 它是没有明确对象 或者是固定内容的 不像我们平常紧张啊 担心啊 高考之前紧张吧 睡不着觉啊 做重大决策的时候 我们也很紧张 所以我们都是有 可以辨认的一些事情 而且是比较重要的事情 它引起我们焦虑 而且这个事情一过 我们就不再焦虑了 那么焦虑症患者 他可以是完全没有明确的对象的 连他自己也不知道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 他可能有一些事情 比方说他孩子上学去 确确实实 现在这个外面不是很安全呢 他认为会遇到不测啊 但是这都是 我们说都是小概率事件 所以他的焦虑程度 与现实的情况 是很不相符的 当然还有第三种情况 就是焦虑我们 除了鉴于正常之外 我们很多的躯体疾病 比方说 假抗啊 心脏病啊 高血压啊 还有一些精神疾病 他都可以出现焦虑 都可以出现焦虑的症状 所以我们在 像焦虑症的诊断之前 是一定要排除了 其他的躯体的疾病和精神疾病 所导致或者是办法的焦虑 这也是我们第一件 张教授讲过的这种 等级诊断的原则 治疗 其实总体讲的话 焦虑症患者还是比较幸运的 因为他有比较 有疗效的药物 安定类的药物 我们的专业数据就是本二旦族类的药物 对治疗焦虑的话呢 有独特的效果 当然的话呢 这种药物需要在 医生的监测下服用的 还有其他的一些 非本二旦族类的药物 以及抗焦虑抑郁的药物 都可以使用 那么我们前面讲到 焦虑症 它是一种警觉性的增高 它不管是这种 精神上的警觉性的增高 它具体的警觉性 也是增高的 所以我们在心理治疗中 对患者进行这种 放松的训练 是非常必要的 除了放松训练以外 我们也有很多的 心理治疗的方法 比方说 前面我们张教授也讲了 弗洛伊德 他讲的这种 潜意识假存中间 他们认为啊 这个焦虑其实就是 潜意识冲突的表现 所以的话呢 如果用精神分析疗法 能够发现它 找出它潜意识的冲突 那么它的症状 焦虑的症状 自然就消除 我们还可以用 认知行为治疗 因为焦虑症患者 它通常对未来 都是一种 灾难性的 一种不好的解释 它其实是一种 认知的偏差 那我们在心理治疗过程当中 把它的这种 认知的偏差 调整过来 那么它的焦虑的症状 也可能得到缓解 这是焦虑症 第二个常见的 沉浸症 是恐惧症 这个恐惧呢 也是一种 情绪反应 我们一个人 在恐惧的时候 也可以出现 明显的焦虑的 情绪 恐惧症的恐惧呢 它是一种 要强烈的一种 恐惧的体验 同时伴有 明显的 焦虑 和躯体不适的症状 同时 它有回避行为 因为它怕什么 它恐惧什么 它就不去接触什么 它就回避什么 那么我们有同学会想 刚才我们讲的焦虑症 它也是有焦虑 有躯体不适 那么恐惧症 它同样又是有焦虑 那么恐惧症的焦虑 和焦虑症的焦虑 又有什么不一样呢 我们也暂且把这个问题 放在一旁 待会再来解释 恐惧症 我们根据恐惧的对象 和类型 分为三大类 场所恐惧 社交恐惧 和单一恐惧 下面我们分别看看 哪一种恐惧症 它的具体的临床表现 场所恐惧 这是非常拥挤的地铁 那么恐惧症的患者 对这种场景是惧怕的 当然我们也不是很喜欢这种场景 那么相比起 我们这种场景是比较惬意的 在这个南天白云下 就空旷的街头或者是广场 如果有爱人或者是友人相伴 在这上面漫步啊 是非常非常浪漫的事情 是非常享受的事情 但是我们恐惧症的患者 场所恐惧的患者 给他 他如果在这种场景下 就会给他带来很大的痛苦 他可能出现极度的焦虑情绪 所以呢 场所恐惧的患者 他是恐惧某一些场所 这种场所的话可以是 非常拥挤的人群 也可以是非常空旷的 一些广场 那么还有一些 比如说封闭的这个室内 比方说有些人不敢坐电梯 以前叫做电梯恐惧 因为 不敢坐电梯啊 他不敢坐公共汽车 就是相对封闭的这么一种场景 被给他带来 严重的焦虑反应 所以呢 他就有回避行为 是常所恐惧 社交恐惧 这个词我们平常 应该听到多一点嘛 就是不敢有人打交道 但是呢 我们想 我们都是生活在人群当中的 我们现在不管是学习也好 工作也好 都讲究团队精神 现在这个单打 这个单干的这种情况越来越少 我们都需要跟人打交道的 所以对 社交恐惧的患者来说 是一大挑战 比方说我们在一些 娱乐的场所 社交恐惧的患者都不敢去 他不敢去这么一个场所 他是不敢 他到了这个场所之后 他会遇到熟人 他要跟人打招呼 要跟人打交道 他不敢 所以 社交恐惧的患者 有一个最大的特点 他就是 他在与人打交道的时候 他就担心别人以批评 或者是审视的目观 来看他 所以他跟人打交道的时候 他不敢 目光对视 就是爱 to爱 但是我们知道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 如果你在跟人打交道的时候 没有目光的对视 可以设想一下 这个交流起来的效率 恐怕是很低的 这个对方的感觉 你有可能不尊重的 比方说你在 跟我讲话 我在看到天 或者是看到地上 那么这种交流的话 都是很不顺畅 所以这种患者 也是非常的痛苦 曾经有一个患者 因为社交恐惧的患者 他通常他在病前 他就是比较内向的 这么一个个性 有这么一个男孩 他本来就是很内向的个性 跟同学 平常这个上学的时候 跟同学还勉强 那么工作之后 实际年龄的增长 男孩子 要谈婚 嫩嫩 要找女朋友 很不容易找到一个女朋友 是经人介绍 也很不容易 那个女孩 喜欢上她 还觉得她挺实在的 你看不是那么浮躁 每天喜欢坐在家里面 看看书 都是靠近的那种 男孩子的话 还谈得还可以 那么下一步问题就来了 因为这个女孩的话 就提出来 我都要打算嫁着你的话 你至少要见一下 我的爸爸妈妈 这下就不得了了 那么他一想到 要去见未来的岳父岳母 他会觉得 这个大汗淋漓 心跳加快 不知道怎么办 那这一关怎么办呢 你要是不去见 未来的岳父岳母 那他不愿意把他的女儿 嫁给你怎么办 很着急 所以因为这个事情的话 他影响到了工作 上班都没有心思 整天都在想怎么办 整天都处于焦虑当中 整个社交恐惧 单一恐惧 那么单一恐惧的话 我们通常都是 患者是恐惧某一些物体 一些特殊的物体 比方说 我想这个小刀 我们大家都用过了 有没有人不敢用小刀的 好像没有啊 这也是生活的必备品 但是有些人就不一样了 长得堂堂正正的 他不敢见这些锐气 这些尖锐的东西 他都不敢 那么他不怕到什么程度呢 因为我们说小刀 我们平常不幼也就算了 但是我们厨房 它是个厨房必备品 切菜呀 切水果都得用它 那么结婚之后啊 给他爱人提出一个条件 就是我们家的厨房呢 一定要锁住 是为什么呢 因为厨房里有刀 他知道这个厨房没有锁住 他在家里面就坐立不安 非常的焦虑 想的有刀在那 那么这家里人主要做饭呢 说他妻子一做饭 他就只有出去 等他妻子把饭菜都做好了之后 然后再把厨房门锁上 然后他再回来吃饭 所以他给家里人也带来了痛苦 他自己其实也觉得 也觉得这个是非常不合理的 但是的话呢 没有办法控制这种焦虑的情绪 所以他就回避 就我们讲越回避 他的这种症状就越重 越不敢去接触这样东西 你看这张图片是几片漂亮的羽毛 但是有些人他 他连这个对他毫无伤害的东西 他都感到害怕 所以单一恐惧的患者的话 他通常都是害怕某些特定的物品 他包括一些可爱的小动物 还有一些自然现象 比如说刮风啊 打雷啊 下雨啊 他有可能都会引起他 强烈的恐惧情绪 以及回避的行为 所以说你刮风下雨你没办法了 把家里门窗都关得紧紧的 把这个 有个患者就是打雷 下雨天他就很害怕 不敢睡觉 那晚上的话呢 把门窗都关得紧紧的窗 窗帘都关上 然后把这个电视的声音 或者音响的声音放得很大 听不到外面的雷声和雨声 然后自己的话呢 也学会了转移注意点 该做些其他的事情 他有说深更傍晚的 就把别人邻居吵了 吵得邻居睡不着 叫别人来提意见 他自己也觉得 这个是没有必要的 而且这种对他造成不了很大的伤害 但是这种恐惧的情绪 没有办法指控 那我刚才讲这个恐惧症 他根据他恐惧的对象 有分为三种类型 一种是场所恐惧 一种是社交恐惧 一种是单一恐惧 那么我刚才又回到了 刚才我们提的这个问题上 就是我们恐惧症的这种焦虑 和焦虑症的焦虑 还有什么不一样呢 同样他们都有明显的焦虑的情绪 所以在于恐惧症 他这种恐惧 他是有特定的对象 或者是场景所引起来的 所以的话 他不是佛有性的 他叫做禁欲性的 还有环境有关系 而且的话呢 他是在这个环境之下 接触到这种这么一个物品 他在恐惧 如果他回避了 他在开边 他不接触这些东西 他不去这些场所 他就跟我们常人一样 所以他的这种恐惧情绪 是一种不合理的 这种并不是实际威胁所引起来 像我们的普通人 我们通常也有很多的 一些恐惧的情绪 但是的话 如果我们当着恐惧的话 我们会意识得到 什么时候该恐惧 什么时候 不应该恐惧 我们设想一下 某个星期天 我们牵着一条小狗 到动物园去 到了这个 大老虎面前 这个小狗 你拉他 拉都拉不动 因为 他怎么了 他恐惧 他怕 他怕什么 他怕那只大老虎 那么你为什么不怕呢 你知道老虎是在笼子里面 他对你 至少暂时 他是构成不了危险 那么设想一下 这个笼子一倒 这个老虎一冲出来 可能你比 你比那只狗还跑得快 就说明我们人 我们是 我们的普通人是知道 在什么情况下 我们是 还恐惧的 该要回避的 要逃跑的 可是在什么情况下 我们是 不用回避的 对方对我 构成不了威胁的 所以这两点的话呢 是要记住的 一个是焦虑症 这种浮游性的焦虑 那恐惧症的焦虑 它是一种 禁忆性的焦虑 治疗 我们先说 焦虑症的患者 还是比较性命 就是他有 比较特效的药物 来治疗他 那么我们的恐惧症的话呢 相比起来 他是没有 特效的药物 来治疗他 所以呢 他的治疗方法 主要是 心理治疗为主 药物治疗为辅 心理治疗的话 我们 主要是 行为治疗 就是矫正 他的这种 不良的行为 告诉他 不回避 前天我看到一个 患者 他在我这里 已经有很多次了 就是一个 社交恐惧的 学生 也是跟我们一样 是大学生 他每天呢 上课 又在教室的最后一排 而且大家去上海 经常逃课 所以老师的话呢 就跟他家里讲 他说这个孩子 可能你看着他很老实的 他为什么老实逃课 他逃课 他又不是说 到外面去打游戏 看什么 他就待在宿舍 我后来 你来看他知道 大家去上课的时候 他就待在宿舍看书 大家晚上回到宿舍 来了之后 他就到教室去 那么有些课是不能够逃的 没有办法的 他就早早的去 做到最后一排 所以我现在见到他 一个是告诉他 不回避 第二个就叫他 我说你试证 慢慢慢慢的 做到倒数 他现在能够做到倒数 第二排了 因为他到时候 他做到倒数 他在想啊 这后面一排的人 是不是在看 在注意 我在用这个 他做的任何一个动作 他是不是在以批评 和损失的目光 在看着他 当然他也不是前年观念 不是觉得别人对他不利啊 这么 所以他自己明明是知道的 而且我们讲的神经症 的患者 有一台就是 他是自治力是充分的 他是主动求治 非常希望 医生能够把他 这个问题解决 能够非常像 像以前一样 像大家一样 能够自如的去上学 多好 自如的去课堂 多好 当然除了行为疗法以外 那时候精神分析啊 认知疗法等等 其他的心理治疗方法 都可能对恐惧症 有作用 那我们这档课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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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